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在北美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和当地人之间躲也躲不掉的英文交流 我暂时总结了12个情景 大家如果也有遇到这些情景的话 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英文回答写在下面的留言区里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进行参考和学习 第一个情景是在行人和自行车共享的步道上面发生的 经常出现的状况是你在前面走着 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向你喊behind 或者behind you 或者excuse me 那是你身后的骑车人在向你发出信号 小心哦后面来车了 我还会听到有人会更加详细的描述位置信息 他们会说on your left 就是我在你左边的意思 你听到后就要注意往右躲闪 如果你听到on your right 那你就注意要往左躲闪了 总结一下excuse me behind behind you on your left on your right 第二个场景是像在学校呀 图书馆呀 电影院呀 公众场合下 打喷嚏的时候 bless you bless you 对你会听到从四面八方向你传来的这种祝福 bless you bless you 这是因为几百年前 宗教人士会认为 你在打喷嚏的时候 恶魔会趁机夺走你的灵魂 而这个时候说上一句bless you 那么上帝就会出来阻止恶魔的行为 保护住你的灵魂 那演变到现在人们的应激反应 有人打喷嚏的时候 bless you这句话就会被随嘴说出 bless you 这是一句德语意思是希望你健康 在这个时候你只要大大方方的回忆一句 thank you就可以了 那么说到打喷嚏就让我想到了第三个场景 就是大家平时咳嗽或者清理喉咙的时候 英语国家里面大家会说一句excuse me excuse me excuse me 那这个excuse me其实是在为你咳嗽发出的噪音 而表示抱歉 第四个场景 你走在马路上发现前面有人掉了衣服 或者掉了什么东西而没有发现 这时候你就可以跑到前面去提醒那个掉东西的人 excuse me did you drop this excuse me did you drop this excuse me did you drop this 第五个情景 城市迷路 大家新来到一个国家 新来到一个城市 对很多地方的地理位置 还都不算很熟悉 有的时候即便我们是用了google map 来做地图导航 免不了也会错过出口入口这种细节的小地方 这时候大家可以用这些举行 excuse me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theater is excuse me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theater is 这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the theater换成任何一个你要想去的地方 你还可以换成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gas station is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the entrance of the museum is 很好用 除了excuse me 大家还可以换成pardon me pardon me i'm looking for the entrance of the school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t is pardon me i'm looking for the entrance of the school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t is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第六个场景 那这第六个场景呢 应该不会很常见 但是大家有可能会遇到 就是你走在马路上会看到有人躺在地上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时候如果你想去帮忙的话 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我遇到过两次一次是那个人躺在地上还有知觉 可能是老年人他就是摔伤了吧 就正好被我遇到了 然后我就跑过去会问他 hey are you ok hey are you ok 因为我想确定他的意识是否还清醒 当时他的回答是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他自己也不太确定 然后第二句我问他的就是 do you need a doctor do you need a doctor hey are you ok do you need a doctor 或者大家还可以问 shall I call 911 shall I call 911 因为在美国叫911其实也很贵的 所以不要贸然为对方叫911 一定要征求 如果对方还有意识的话 一定要征求对方的同意 你才可以去打这个电话 那以上这些问句呢 你都可以用在当倒地人 意识还算清醒的状态下 你可以问的一些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你发现倒地人他没有意识了 然后周围也没有什么人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你的语言还在比较基础和初级的状态中 但是你有想去帮助别人的话 可以来请求当地人来帮助倒地者 这时候你可以进入到周围的商店 然后对他们说 excuse me I think there is someone outside who needs help can you call 911 excuse me there is someone outside who needs help excuse me I think someone outside who needs help can you call 911 好了 惊险刺激的情景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现在说点轻松的 我们来讲第七个情景 第七个情景就是我们进到一般的咖啡店 点咖啡 基本的普通的所有的咖啡 或者restaurant他们的咖啡提供的咖啡 都是有refill服务的 就是续杯服务 这时候如果你喝完了你的第一杯咖啡 想要续杯的话 英文应该怎么说 大家还记得上一期我讲的那个最基本的句型吗 救命巨型 记住那一个句型就可以各种各种万用 can I get can I get 想要续杯的话 直接说excuse me can I get a refill please excuse me can I get a refill please 或者大家还可以直接用一种表情语言 就是举着你的咖啡杯 冲着那个waiter或witches 微微一笑 他们就知道你要干嘛了 一定记得微笑啊 第八个日常生活场景 还是和日常点餐有关 那么大家到了当地西餐店点餐的时候 那么我们经常会看到的manual 和想象中不太一样 很多词都不认识 很多字母上面还有小点 有的字母上面还有小皱纹 不会点 怎么办 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和问句 大家可以看看周围临桌 他们有没有你中意的菜 如果有的话 当服务生来问你 第九种不知怎么回答的场景 对于这个问题 我经常会有四种回答 第一种 I could use some more coffee please I could use some more coffee please 第二种回答 No, we're fine, thanks 第三种回答 Actually could you bring more napkins please? Please 第四种回答 I'll take my check please 或者 We'll take our check please 第十种场景 别人给你 倒酒 那么在中文语境下 别人给你倒酒的时候 可能会说 告诉我到哪合适 至于生啊 那在英文环境下 你去朋友的party 朋友问你倒酒 你通常会听到他们说 Say when 那你的回答就是看到酒 到了合适的位置 你说 When When Thanks 你还可以说 Oh, that's good Thanks 还可以说 That's enough Thanks 如果想喝多一些 你可以说 Attach more please Attach more please 中文可以理解成 再来一丢丢 第十一个场景 我能想到的是 大家在超市 大家推着购物 小推车 由于它这个超市 货架的过道 之间 你要拐出来 它是一个90度的急弯 所以你经常会 你刚拐出来的时候 会发现对方 也有人推着车 好像就差一丢丢 就要撞上了感觉 这时候我就会说 I'm sorry 如果别人对你说 I'm sorry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是哪些呢 通常我见到的美国人 他们的反应就是 Oh, you're fine 或者 Oh, you are totally fine 或者 No worries You are okay 还有比较酷的回答 No biggie 还有人会说 It's nothing You're fine It's nothing 第十二个场景 是大家出来美国 你的汽车需要加油 你开掉加油站 和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对话 超级简单实用 你只要说 Hi, how are you? Fill it up with regular, please Hi, how are you? Fill it up with regular, please 学会了吗? 希望大家在北美的生活 顺利、开心 Fill it up with regular,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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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l it up with regular, please